一人终究是孤独的,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别人参与,却都要自己完成,现在已经学会面对和接受孤独,即使伤疤没磨练的足够应试,也不再依赖别人给的差强。 二,想成为更好的自己,就去见识更大的世界,认识更多奇妙的人,汲取更广泛的知识,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,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,内心的强大,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,三千万不要对任何事感到后悔,因为它曾经一度就是你想要的,后悔没用,要么忘记,要么努力。 四,你的脸上云丹风轻,谁也不知道你的眼咬得有多紧,你走路带着风,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层摔伤的鱼青,你笑得没心没肺,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,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,只能背后极其努力。 一、人,要么庸俗,要么孤独,五对生命而言,接的才是最好的温柔,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,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,请为陌生莫忘。 六,做个安静的人挺好,不喜欢争抢,进凤是我的跑步调,不是我的抢不来,一群人喧闹我负责微笑,不太大喜也不太大悲,时间仅此一次,所以匆匆融融随遇而安,不被别人打乱节奏。 你能倾听他人想法,退愣思考自己生活,欣赏他人,你很好,我也不赖。 你有大世界,我有小生活,此地甚好,从容而行。 其有时候,我们明明原谅了那个人,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,那是因为,你忘了原谅自己,爸,你终会原谅伤害过你的人,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,等你活得更好时, 你会发现,是他们那里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,更弥足珍贵。 你想起他们,没有仇恨,只有云丹风金的记忆,以及残存的美好,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。 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,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。 久以后还有很漫长很漫长的路途,都要一个人走完,都要靠自己,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完成,而不是依靠谁。 神,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,生活的窘迫,工作的失忆,学业的压力,矮得惶惶不可终日。 挺过来的,人生就会豁然开朗,挺不过来的,时间也会交汇,你怎么与他们摸手言和,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